主席 現在沒有要讓黃珊珊 要找第三方的單位 梁秀居為甚麼沒有幫你管贏 第三方要找誰 你的確認要取暗 無法找 還有一個 行了 紫欣,選一假手 1.2億的豪宅 紫欣,是有幫女兒看房嗎? 是有 好,關門 紫欣 紫欣 門沒有關好 紫欣,門沒關好 拿著,按一下 好 那是大家在我面...在我鏡頭那邊有氣,是不是太氣了 想問一下那個房子的...想問一下那個房子的事情啦 現在是不是說其實是兩屋換一屋,沒有要特別 就是家裡...想問一下那個... 在外面我要先...我要先... 小王那看房子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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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 確實有看房子這樣子 小王那看房子的事情要不要澄清一下 因為外界質疑怎麼會去看1.2億的豪宅 你是有幫女兒看房嗎 陳醫師目前...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所爆出的政治獻金假賬 現在還有待算清楚 不過遭到了民眾黨中平會停權的黃珊珊 則是身兼善後小組的查賬 黨內就質疑這不就是求援兼裁判呢 想請先...你先給記者 我們會好 好 直播各位觀眾 其實大家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這個... 政治獻金假賬遺運喔 現在的傳出呢 就是由這個選人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現在在查賬的過程也被懷疑是求援兼裁判 引發了外界惹議 傳出柯文哲有意要找第三方來進行查賬 以示這個公正喔 而且呢妻子陳佩琪呢 也到了這個豪宅來看了這個 將近1.2億的豪宅引發外界關注 那對此呢面對種種的爭議呢 柯文哲跟陳佩琪今天最新回應 我們一起來聽 佩琪探訪是因為想要換房子 小心喔 女兒買發 柯文哲小心喔 主席今天第三方查賬要找誰 小心喔 小心喔 主席是6萬樓的佩琪探訪 你是不是私下有跟黃珊珊說 外界要你磁力耶 黃珊珊說怎麼看外界都要他磁力 好 可以看到呢 柯文哲跟陳佩琪兩人今天出門 的時候呢面對外界的提問呢 都是不發意於趕緊來上車離開 而今天早上呢在柯文哲的家門口前呢 也有這個台灣國的領事長陳俊涵呢 是來到了現場來噴漆抗議喔 噴漆寫上的字呢就是說呢 柯文哲一家都是賊 而在現場呢也遭到了這個警方來驅禮 而環保局呢也來到現場來做處理 以上是我們找到現場最新清新 先把時間盡頭再換給黃珊珊珊 好 正式清新的一筆帳都還在查 但是主席的太太卻又被爆出 在台北市看房 看的不是一般房 是一戶要價新台幣1.2億元的房 那麼柯文哲表示 太太只是東看看西看看 陳佩琪說沒錯 她的確去看房 因為其實早就有換屋計畫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近期捲入選舉 做假帳風波一連扯出超多人 就連太太陳佩琪也被牽扯其中 先前就被爆出她多次前往台北市看房 一戶要價1.2億甚至不只看一間 對此陳佩琪也在沉默多日後 於個人臉書上發聲 先是說自己真的有去看房 之後列出4點成7 陳佩琪表示是沿著民眾黨部的地段看 也真的看過約略上億價位的豪宅 因為現住地和兒子是沒電梯的舊公寓 加上婆婆和公公年紀大了 也無法爬上二樓臥室 所以希望能找有電梯的房子 老早就有換屋計畫 至於到底是什麼樣的建案 陳佩琪說很多都忘了名稱 有些是房仲待看 有些是人家介紹 但沒見過爆料名嘴所說的大老闆 整篇文章將看法音室做了總結 不少支持者也紛紛留言加油 但同樣也有人不買單 覺得他多說多錯還是不要解釋了吧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記得民眾黨黨慶的時候 有那火烤大會 這下民眾黨還真的被火烤了嗎 我們知道民眾黨的八位不分區立委 他們都有他們要領養的責任區 像是黃國昌是在新北 那麼黃珊珊就在台北 不過我們看到最新的民調顯示了 如果黃國昌真的跑去選新北市長的話 對手如果是國民黨的李四川 和民進黨的蘇巧惠的話 她的支持度竟然只有10% 這等於說民眾黨在新北的這一席 也無望了嗎 像是黃偉翰就直接說 這代表的就是黃國昌她的實力不夠強 至於黃珊珊的北市 看起來也因為這個假仗風暴 她被停權了三年 民眾黨的秘書長直接說了 好這個北市長呢 未來不管是黨內的初選 還是她要去登記 還是要爭取提名 通通都不行 等於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才2024年 提前可以宣告 她的北市長就是沒有了 好因此我們看看 這兩位其實已經是民眾黨內非常強的戰將了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選2026年了 政治評論員吳靖怡就說了 民眾黨下次的選戰壘包 看起來是一個全新的戰局 怎麼樣的全新戰局叫做 沒有人的全新戰局 不知場上沒人啊 就連在這個牛棚裡頭熱身的投手身影 現在也一個都看不到 媒體的黃偉翰跟進一部分析了 柯文哲終結藍綠的希望 也許將會變成絕望 好他想要終結藍綠 這個民眾黨 似乎現在是被自己給終結掉了 好我們進一步就來看 那民眾黨是不是被詛咒了呢 剛剛趙和也有提到 現在民眾黨啊 選將接連折損 黃陽明就點出 民眾黨現在看起來 就像是被詛咒一般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新北還有台北之外 大家不要忘記了 還有新竹的高鴻安 他因為這個助理被涉貪案 一審被判有罪 目前新竹市長的這個職位 遭到停職 他也退黨了 他現在並非民眾黨 那麼新北黃國昌 好他在網路的這個聲量很高啊 但是這個民調現實就是很骨感 至於黃珊珊現在提前可以宣告 2026已經無緣台北市長了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人 他是金門縣長陳福海 當時候他可是帶槍投靠 因為他是用無黨籍的身份 選上金門縣長的 但是他在選前 就已經加入了民眾黨 但是大家知道選霸法 最新的這個通過之後的修正案 是說你只要涉及過黑金槍毒 或者是會選等等 就不能夠再參選 所以他過去在議員期間 曾經因為收賄 遭到判刑10個月的時間 所以就連金門縣長陳福海 他在2026年也無法去競選連任 所以看起來現在台面上的這些 大家比較熟悉的戰將們 都是無緣2026年了嗎 那你會說受到詛咒 或是說風水不好 你還會想到什麼 當然就會想到剛剛我們提到的 台南幫 從去年是前政院發言人陳宗燕 因為性招待醜聞下台 說他是台南幫 因為他曾任台南的新聞處長 以及民政局長 再來是交通部長李孟燕 因為十年的婚外情 親密照曝光了 他曾經當過的是台南的水利局長 還有台南的秘書長等等 那麼最新在今天 就是民進黨立委林依錦 疑似因為助理費的事情 辦公室遭到搜索 那麼他承認的是台南市議員 也是新潮流的成員 我們進一步要去看的就是說 陳宗燕的這個事情 性招待醜聞 這可是十年之前 婚外情這也是十年的婚外情 而且他們分別是被什麼 第一個是被民眾黨的立委 陳婉會所爆料 前立委陳婉會爆料 另外一個是在PTT的親密照曝光 所以到底是誰為的資料呢 對此國民黨立委李燕秀就說了 這代表的就是民進黨內的鬥爭 真的是刀刀劍骨 顯然這就是一步一步 有謀略有步驟的 好是不是在劍指台南幫呢 現在看起來這個古都府城 真的是滿城盡視綠光鬥爭 再把時間交換給趙和 看到站在那邊 那就是民進黨的 於是 這邊